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掌门为何口出恶眼 污蔑先父与众掌门 所以你跟萧王主 到底是什么关系 小春花去看看热闹 自然就知道了 父亲一身光明磊落 怎么会与魔教妖女 有所私情 这萧白练就凤鸣刀 还得靠你们所谓的 千月洞妖女 萧白的凤鸣刀 有没有对你想过 既然入了这个情局 那就要相守相望 同生共死 慢走 妈妈 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白 人 总要经历生老病死 人 总要品尝 悲欢离合 人 总要面对很多 抉择跟放弃 小老盟主 从小父亲 对我极为严格 三百六十五天 练习奉鸣刀法 从无间断 父亲要求我 做一个证人君子 是非分明 父亲忙于江湖事务 与母亲疏远客气 相敬如宾 没想到的是 父亲竟然会如此深爱着一个人 更没想到的是 竟然对一个魔教女子 纠缠如此之深 父亲在我心中 一直是我的榜样 李建林的话虽然很偏激 但父亲一世的威严 竟然建立在对一个魔教女子的 辜负之上 甚至背叛 甚至利用 小白 感情是没有对错的 萧老盟主 虽然是辜负了上官慧 但他没有辜负大侠之名 你的父亲 依然是英雄 我刚刚是在安慰你呢 我已经得到安慰了 那 我给你编个魔术好不好 你看 那儿 那颗最亮的星星 看到了吗 嗯 那我摘下来送给你好不好 星辰妖不可及 你 姑娘就别开玩笑了 你 姑娘在做什么 占星星 你看 我 我想啊 萧老盟主 虽然是有愧于上官慧 但她无愧于江湖 她这一生 求人得人也是幸福的 只希望我们这一代人 不要像上一代人一样 会有这样两难的近日 身为棋子 也不要忘记 坚持爱情的初心 不要陷入乱群 是不是很厉害 是 谢谢 谢谢 也不知道少盟主 会做何选择 上官秋月 上官慧 都是孤独的人 哥哥 哥哥 我也想要棋子 哥哥 哥哥 我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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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主 你可见过一个姓圣官的女子 属下没有 你当然没见过 曾经我以为我特别了解她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尊主 可是在思念旧日的亲人 热情到萤火烧身 天真到寂静愚蠢 像谁呢 你说像谁呢 属下不敢说 不是不敢说就是不知道 你要是像小春花就好了 她可是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敢做 就像李建凌今天描述的那个她 就是因为太香了 才会把热情用在不该用的人身上 叶燕 你没见过她 是因为她的下场不好 还请尊主节哀 节哀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妹妹 布她的后尘罢 傻妹妹 你送她棋子 陪她观星雨 但其实你在她心里的分量 还比不上那把磕了凤鸣二字的刀 做了魔头的妹妹 做了魔头的妹妹 难道都是这种结局吗 哥哥一定不会让她发生的 长生果的消息打听得怎么样了 禀谷主还没有进展 一群废物 属下该死 但萧苑已死 各路人马脱蠢蠢欲动 说不定 那长生果也会因此陷人 属下再去打探 定不会让谷主失望 当年南行河教主曾立下誓约 传奇果和千月洞 谁先杀了武林盟主 便可统一行月教 可惜我为了长生果急于奔命 小缘之事 竟让一个无官之人抢了仙 一个死人的誓约 你当活人还真会遵守不成吗 上官秋月 每次看到副谷主如热锅上的蚂蚁 我就无端开心 眼下肖白还未站稳脚跟 正是千月洞和传奇果联手的好时机 如果你我合作 趁虚而入 将那些白道中人一网打尽 你的鸿图霸也指日可待 区区一枚长生果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无牵无挂 对长生果不感兴趣 倒是副谷主 拖着个药罐子 再这样下去 怕是要寻仙问道 吃斋念佛了 上官秋月 念佩提斯斯 不就是一枚长生果吗 我看你们到处都没找到 倒是比长生果本身更有意思 你不要不识抬决 不过呢 副谷主每次都能逗我发笑 我上官秋月也该知人图报不是 长生果的最新消息赠予副谷主 走 朱花 夫人 叶子 豆腐 思思 夫君 你看我今天的气色 是不是特别好 好 特别好 你会一天比天好 我可能找到了治你病的方法 诸位 看看这个 本月十五日午时 碧水城谷茶像长生果拍卖 愿者来之长生果 对 江湖上现在传言 此次长生果拍卖大会 规模极大 光入会就要一百万两 卖者正是石先生 又是石先生 这个石先生 上次卖的是心法 这次卖的是长生果 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卖的东西全是武林中垂涎欲滴的 如今各家心法已经十分珍贵 长生果更是百年难遇 千月洞和传奇谷 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他们必然会插上一脚 你们太天真了 这岂止是魔教中人 你们这些名门正派 就不想要长生果了 你们可别忘了 萧老先生病重的时候 风鸣山庄可是 春花姑娘 我爹对长生果 从来都是复之一笑 还告诫我 要少争名匿 多些云淡风轻 正是 风家也主张君子应取之有道 定不会蹚这趟浑水 春花姑娘说得没错 今日早晨各家派向我辞行 我还真以为他们有要事要办 还不是因为长生果 碧水城这次必然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要我说 这肯定就是个圈套 石先生现在说不定正在坐收渔翁之力 的确可能是个圈套 我们一定要小心为妙 这个石先生 他知道就算这是个局 我凤鸣山庄也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气身风刃端 性命安可怀 父亲生前 也是这么想的吧 少盟主 少盟主是否也收到了成生果拍卖的锦书 正是 愣帐门可有什么高见 此消息一出 碧水城将有大乱 眼下盟主还未入土为安 少盟主自然要以家事为重 老夫可替少盟主先行一步 带些人手到碧水城以防内乱 不知少盟主 意下如何 那就有劳棱掌门 待我安葬好家父 一定会快马加鞭 与你会合 爹爹要是能帮得上少盟主 自是再好不过了 那老夫就先行一步 我先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白 春花姑娘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 看你守夜辛苦 眼下又有长生果那档子事 担心你 父亲说 习武之人 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春花说 感情亦是如此 父亲说 你心怀天下之人 则有平定四海的能力 不然只是空谈 春花说 心里若是连一个女子都装不下 何谈天下 春花姑娘 小白 春花也有好多好多的大道理 如果你听得进去的话 也会像这样把它复述出来 但如果你听不进去 也没关系 至少想起我的时候 还是一只活灵活性的春花 春花姑娘 想说什么 就直接说 我一定会认真记下 好 那我就说了 老盟主 你亲手栽培出来的儿子 欲狐担心 一搏云天 而且还特别可爱 但春花想说 以仁义见天下而逝众生 则不可不爱人 知人 那 我说了有没有道理 那我们接个掌 小白以后 不要老是说 父亲说父亲说 多想想春花怎么说 好吗 少盟主 真的要带春花姑娘同去呢 春花姑娘并没有武功 如果遇到危险 连累你我 岂不是误了大事 正因如此 只有把春花姑娘带在身边 才比较安全 还是少盟主思虑周全 彩彩 情场如战场 这时机转瞬即逝 冷姑娘 你能为我这么着想 才才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那你倒是有所表示啊 二位姑娘大可不必担心 有我和少盟主这样的人在 春花姑娘难有什么差池 春花姑娘是少盟主的未婚妻 这与秦公子何干 冷姑娘 我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少盟主既然要带春花姑娘同去 那我觉得 还是应该问问她的意思 我去 我去我去 我去 我去 我一定要跟小白一起去的 小白你说对不对 怎么感觉少盟主今天的气场 跟平时有些不同呢 以前萧萧遇到女孩子的时候 我可是那个 负责给她耳朵降温的人 没想到萧兄这么洁身自好的人 今天每人在怀还能从容自若 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能有一个软香温欲 抱得满怀的人呢 冷宁 小白 我刚刚是不是坐得太过火了 对不起啊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你之前还做过更过火的事情 怎么可能 毕竟我这种知书达理 温文尔雅的女子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你还叫我相公 这是那个木头小白 木头小白 不苟言笑 谦谦君子 出臣脱俗 没错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白 相公 相公 那 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我都忘了自己有这么厚脸皮的时候了 也是 再次听到春花姑娘这么叫我 总感觉 恍如隔世 谁让你总是这样不温不火的 那我就没必要自讨没趣了 感情如溺水行舟 不禁则退 不禁则退 像我这座笨船 以前只知道在修尾的水面上下功夫 并没有想到 也能在别的湖泊上前行 我才不要做什么湖呢 我要做 就做大海 一个海啸 就把你给卷进去 冷姑娘 冷姑娘 这个香包 是我请西域绣娘精心缝制 里面有玫瑰香 佩兰 还有冰片 还以纯金线缝制 你肯定会喜欢的 怕不是金玉其外 外续其中 你要是不喜欢 还有更多的 冷姑娘 秦公子对你也是一网情深 不知道多少公子哥 拿来骗人的把戏 我早就看你了 秦公子表面上方当不羁鞋 跟那些顽固子弟还是不一样的 这次 萧老盟主和上官慧的事情 让我感受颇深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我想 每个人的缘分是不一样的 我的选择 应该和萧老盟主是一样的 宁就苍生 不畏私情 我这一辈子 大概就是这样了 不过冷姑娘蓝心绘质 定会有一段 美好的姻缘 我觉得所有人 都比不上 彩彩姑娘你 冷姑娘又嘲弄我 我要是这么炙手可热 怎么会夹在你和秦公子 春花姑娘和少盟主之间 行单影之呢 才不是 是那个萧白不懂得珍惜 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换做是我 都不知道该怎么体面退场 你不许偷看 不许偷看 你不许偷看 你不许偷看 我是有一个绿灵的 你不许偷看 你不许偷看 我只能和自己 天落 是春夏秋冬的誓約 某個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愛的泯滅 是本集新田的纏綿 是過足不向前的殘缺 沒有你的桃園 並非朝華西施 是半可憐 像變了春花秋月的鮮年 也不及見到你的一瞬間 一瞬間決定永遠 步履未見 無可辨 將一半的回憶久地封建 留一半滄海桑田 命運中的寂寞難言 多希望你看得見 是偶然出現的時間 是春夏秋冬的誓約 某個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愛的泯滅 是寂寂寂寞 既然出現的寂寞 是過足不向前的殘缺 沒有你的寂寂寂寞 愛的寂寂寞 是過足不向前的寂寞 可恁 寂寞 他在庭封寞 我辨 oriented的相比 這點像唄 有好幾個人 都灑進去 紂寞 也報告 你啊 還 케カ 번 對自寂寞 還有花西施 又灑進去 很難溢 命运中的寂寞难言 多希望你看得见 世间和春花秋月的碎片 为你拼完成注定的情节 那错过的一瞬间 谈得无言却如念 却落花开不一地的情节 爱你已留下了沉淀 年轮中的不同交接 你又怎会看不见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